现在的叶极花呢也已经是基本上是开败了的 那么呢开败后的叶极花呢 你知道如何给它修剪下一波花开更多吗 接下来呢就简单的跟大家讲解一下 不过呢有时花药呢喜欢呢就是开环一朵就剪一朵 这样呢是有一个缺点的 就是呢剪完这朵之后呢 营养又供应不到下面的生机上 这样下去的话呢这个营养呢就不均匀了 不均匀的话呢它开出的花朵呢 肯定是一颗大一颗小的了 所以呢一定要给它一致开环之后呢 一致给它修剪掉是比较好的 那么如何修剪呢 修剪就是在这个花托下来呢 大概二到三对叶片就是位置给它剪掉呢 是比较合适的 还有呢把这个芒枝啊芒芽也有通通给它修剪掉 避免让它消耗更多的养分 所以呢对讲个集中营养 供应不上呢也是对这个开花呢是不利的 另外呢在修剪完成一个星期左右啊 最后呢给它补肥啦 补肥的话咱们可以用一些奥利肥 或者是花多多二号 还有呢磷酸爱金钾给它浇灌是比较好的 咱们呢可以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 给它浇灌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业绩花花谢后呢 一定要懂得如何给它修剪 还有呢给它施肥 就是这么简单了 所以呢有些花有不懂得如何给它修剪 就是开霸一朵就是剪一朵 这样呢是不对的 一定要一致性给它剪个头 好了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了下次再见